请问 我们都是 对方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相信 不管今后怎样 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会分开的 对不起 我为我刚才预纯的话 是断气 你说得对 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幸 都是我造成的 我是个罪人 我才是罪人 你太宽容了 我才是罪魁祸首 你所有痛苦的根源 都是我 秦也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生命中注定的 你那把旗 可以弹走 高山流水的那把旗 都不会弹走 不是我 不是我帮他们走的 是姚沙桂 不是我翔流他们的 找个人 你倒是说句话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不怪这孩子 他只是我的一个伙计 你们放他走吧 两个女人都去医院了 干嘛 让开她 让开她 哭什么哭 要活的像个有骨气的男人 大嫂 那两个女人跑到哪个院来 有一个比较妖艳的女人 招待她们去追她最好的医院 你违背了掌柜的教育 是不是应该杀了你 你原谅她吧 她还只是个孩子 掌柜的 你必须可以当一个 给人看病状样的人 保重 我醒了 她不可能走远了 让西区警察局出人 把附近的路口全都锁住 他们走不了的 好 华华 你回不回事听错了呀 我没有 他们是说要抓捕天机夜 这么说天机夜还活着 我是真的亲眼看见她那车冲进黄浦江了 她不可能活呀 鼠猫的九条鸟 反正立心社的人说得挺确凿 局长 您听说了吧 季夜回来了 还活着 田机夜活着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 局长 那非得这好人都死光了我才能开心啊 局长 您听听 这什么话这是 她这话说得没错 这个田机夜呢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但是 现在上边让咱们抓她 咱们就得全力以赴 吃谁的饭给谁干活懂不懂啊 硬硬 明年 拍吧 今晚我还想问那个事 那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蓝箱书语 对呀 我还想问你找到了没有 没找到 你还记得藏在哪儿吗 陆师 何陆师 陆师 你快醒醒啊 这个是我刚刚解到的东西 您先帮我藏起来 回头再给我啊 有人没死 快 扶一下 找到 找到 只要我能到哪儿 就一定能找到 那天在法庭上 我本来想告诉小翠花 东西藏在你 可是她好像根本就不想听 始终没有理睬我 那个时候她已经知道了 这么多人找的 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东西 她非常清楚 那个东西已经给她带来了 杀神之火 我们现在最好 能去蓝箱书语再找一找 最好那个东西还在呢 你在这儿等我 好 我现在就去找了 等一下 我想这个地方 已经被人见识了 我先去看看 姬燕 你 这个突如其来的新生命 让何敬文惊喜万分 又猝不及防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红下 那是你见过吗 好像是叶律师 周医生 你肯定知道季节在那 就告诉我吧 我是不会害他的呀 我会帮助他的 丽丽 我知道你是个心理善良的人 所以也请你 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 为患者着想的意义 我感谢李敏君 没有失去理智对我腔下留人 所以也请你替我谢谢他 你就不用谢谢他了 你是著名医生 你的老师又是自法界的大佬 他轻易是不会强逼你的 周医生 你就帮忙我吧 我可不是李敏君 我要是叫醒进来 可是谁也挡不住的 丽丽 请你相信我 我不说是因为我真的不清楚 我不管 人是我送来的 你给弄丢了 就必须给我找回来 你们俩说的是何静雯 把他带过来的病患吧 叶静奇 我身上带着枪 你要是敢喊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不喊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一家 他真的敢开枪呢 他就是个神经病 周医生 我们是朋友 你不会连我都欺骗吧 我 好 委屈你一下 李莉莉还在上面 嫂子毕竹有道叫人呢 你来接他们是最好的 只是现在医院已经被特务封锁了 你们要想出去啊 很难 想想到您在这个医院 发生了很多事情 没想到 姬叶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确定他就是田姬叶 当然 只是我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他现在 不仅是一直眼睛弱势接见失明 而且 还有严重的神经魂烂症 由于他头部所受的外伤 造成了他越来越厉害的头痛发作 说实话 他的确是个有着非常抑制力 和承受力的人 否则一般的人 根本无法承受 他所受到的病痛的承磨 来人了 救命啊 桑桑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差点就有事了 受伤了吗 你觉得呢 还站着干嘛 封锁所有出口 是 仗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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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 不一样 你还有个家人 所以你不能互动 你不是还有何静雯吗 她是你的妻子 周医生 这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 我相信静雁如是 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话题 非常滑稽 周医生 你赶紧走 不要理我 不行 什么都没说了 你还是跟我走 好 来 干嘛 来 干嘛 组长 打死一只帽 我们应该是老龙 是我们用来抓耗子的帽啊 去 去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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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见面又是在这家医院 又是为了田几叶的事 没办法 咱们都是他朋友 我跟你说 我不是他朋友 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怎么样 千万 我相信去医院的人就是叶静琦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不行 他们那么多人 放心吧 雷兵君听我的 我心里有数 组长 这是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 说有人给你带了一件衣服 这是这家医院护工穿的衣服 怎么啦 组长 当年诸葛亮送给司马仪的女人服 人家已经跑了 这是在嘲笑我们 这种事也就是田几叶干得出来 局长 不好意思啊 让你白跑一趟 我来见一下老朋友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啊 你先忙 这房间的钥匙只有我呀 是院长考察室留给我的 你呀 躲在里面千万别躲不住谁 搜 快 来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做律师还要有这个特长 你要是敢喊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最好不要对我客气 我是知道的 你现在的心里 肯定是连痴人的心都有的 到底要怎样 我要见他田几叶 我要骂他 你不用来找我 你该让黎炳君去找他 在这个方面呢 何小姐 可是比他做的要好得多 不允许任何人 诬蔑我的妻子 懂吗 为了一个对你不争的女儿 你觉得那样值得吗 我可以带你出去 只要你带我 怎么了 奇怪 前段时间这个门口还破败不堪 怎么今天这么热呢 我去看看 我是女的 不会引起他们注意 还是我去吧 等一下 来来来来来 刘公子好 刘公子 刘公子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去好了我怕静姐会着急的 不行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要得咱们一起走 好 走吧 走吧 让我来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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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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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司机 下来 那个日本人的钱 田中龙杰给的钱到了 他说如果您能以您的名义 买下蓝香书役 然后再秘密转给他 他许下的钱 就立刻可以打到您的账上 等到日本人钱打到账上 你就拿一声给柳冰 告诉他 我呢 是不会亏待他的 我和我们家老大不一样 不把钱花在女人的身上 好 好 今晚 给我找几个唱平台 我想体会一下 当年老大在这的感受 行 我马上去办 好 哥几个 你们说叶律师从开始到现在 在那一动不动 他是不是想不开了 革命者怎么能这么儿女情长呢 我觉得这样挺好 这才是真性情 真男人 你们想想啊 如果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 他就一定不会热爱生活 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人 他怎么能替天下所有的人 去争取权利呢 也是 不过夫人的确是一位 非常可爱的女 难怪先生这么爱她呢 只是我不明白 夫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 那个丑恶的男人呢 夫人回来了 静齐 静齐 姬夜来了 静齐 来 我们拥抱一下 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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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文 能让我跟金夜好好聊一下吗 好吧 来 感情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 我愿意当面向你解释 靳野 我承认我曾经对你很鄙视 很怨恨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恨你起来 我不需要 我需要跟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话 一个人强大不在于外表 你知道吗 我现在对你的同情多一些 谢谢你的用词 但准确地说应该是怜悯 俊业 我一直在忍着你 你不要不依不饶 净齐 你太多情了 那好啊 那今天我们就全都说出来 这才像个男人的作美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到现在 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谁的傻瓜 人生就是个舞台 你既然来了 不好好跳一下 就对不起自己 有一个人 士不证 你比我按摩 都未知 请证据 请证据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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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忍 夫人 您说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激怒叶律师啊 因为他想让叶律师 把心里的怨恨和友爱 都释放出来 他比我们都更了解叶律师 他知道 叶律师是一个真诚 而且不会做假的人 夫人 您是说叶律师心中 对这个男人 还有友爱之情 爱有多深 恨才能有多深 叶律师先翻了桌子 夫人 您要不要继续阻止一下 是啊 夫人 就让他们用男人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吧 不是说过吗 是男人 就会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 等一切风浪都过去了 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我算明白 为什么先生这么喜欢夫人了 夫人身上 有一种大智慧 我也在一届子的 我算是以后 让我认为 我算是颗迹 咯 事顽身上 小脸 很帅 我算是颗迹 还OU 还要脱迹 就要脱迹 我算是颗迹 我想知道这课的是什么 一生何蛮子 那是唐师妹 一生何蛮子 双泪落军前 这是那位黎先生 在说他的无奈和失落 一生何蛮子 一生何蛮子 双泪落军前 双泪落军前 来酒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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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好长时间没声音了 您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他们正在享受 彼此间一种独特的感情 我恨你 我真的还是恨你 你知道吗 我一见到你 这么多年我心里面住起来的铜枪铁臂 瞬间崩塌 我甚至觉得 我对你还有一种断袖之爱 不可能 我太爱女人了 我真的没有 景奇跟你说实话 我可能没多长时间了 不会的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 要尊重事实不能撒谎 你一定要找你叔叔 他一定能够把你带到国外去治疗 你不可以放弃 最不能放弃的是这个国家和人民 最需要治疗的是他 靳野 我 靳靳 你能够原谅我 我就很知足了 当初我和靳南都以为你真的不在 但你现在又回来了 真的对不起 相爱的人 是没有理由向别人说道歉的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 我们就是个大家庭 这个家庭里的人互敬互爱 这是世上最美好的感情 也是我们始终追求的 不 不好了 我们被别人出卖了 客户已经包围了我们 靳靳 你带着靳文赶紧走 不行 我告诉你 当初我租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暗道 你一定要跟我走 听我的 来 我们一起走 快 是你说叶定奇跟田稷也在这里吗 在 是你出卖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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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 他们说 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 我的未婚妻妖 我真的没有办法 好 够朋友 你可真是够朋友 你 你 要死一击死吧 干什么呢 这是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如果不是我对你的误解 我想他们现在还住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未做完的事情 做完做好再对了其他 靳靳 我还是要为审判去报仇 我不同意靳靳 我也这么认为 靳靳 我并不觉得杀了一个罪人 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但是能少一个是一个 刚刚靳靳也说了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帮他们完成未进的事业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已经通知了警署 让他们配合我们 把全上海的车站和码头 都进行封锁 对每一个要出上海的人 进行严格的盘查 好的 先生 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 蓝香书役 名义上是由刘二公子买的 可实际上 买他的人是 田中龙籍 看来 他在蓝香书役 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找到那东西 所以 你们一定要在他们得手之前 找到他 是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第二天越有重要的事情 就睡得越早 他说那样可以集中注意力 保存体力 他是想腾出点时间 让我们交流 他实际上是个 心很细的人 任何一个女人 能够遇到你们其中的一个 就已经是很幸运的 而我却同时认识了你们两个 那幸运的应该是我们两个 今晚看看这张图 能看懂吗 我又不是第一次看你画画 那么你把藏东西的位置 在这图上标出来 你去又没有标错 怎么会呢 东西要还给小翠花的 我不会忘了 太好了 姬野 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图标出来呢 你不会是不想让我跟你去了吧 为什么 为了孩子 为了未来 为了不白白的牺牲 你跟静琪都不要去了 而且你们要立刻离开什么 可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需要父母都在 我想谁也没有比我更清楚 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痛苦 这种痛苦 不能让我们的后台再经历了 这才是责任心事大碍 可是 刚才荆棘的水里面我放了安眠药 要是只有道博士给我的 你放心他会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 我现在去找人力车 你马上带他走 我不会让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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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琪是一个很阳光很单纯的人 你们居那边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红色地区 你们在那里将耽误起 改造国家命运的责任 你们将在那里 去播种更多的希望 那你自己呢 我知道 不用我说什么 都不可能改变你的想法 但是我请你记住 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永远都是 你放心 我不会被关的 我会想尽办法找到你们 一言未听 是 永远 祝你们一帆风顺 上车吧 最后你搬火车是几点 还有两个小时啊 跟弟兄们说 多把眼睛睁大点 是 别找倒霉 是 小邓那儿去了 今天给他值班巡逻去了 干吗去啊 有火车票吗 我们要检查检查 是你们两口子呀 我看这俩车夫挺可疑的 你们几个 拉那边审去 走 走 长官 我们还要赶 今天晚上的火车呢 太太 我知道他是谁 您既然知道他是谁 相信您也应该知道 您这样做就是把他送入魔爪 相信您也应该知道 您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我不否认您说的话 也许是对的 但是 但是您不知道 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就在这里 一个幼小的生命 正等着和他的父亲见面 您怀孕了他的 恭喜您 但是 我虽然没有跟您见过几次年 谢谢你 但是我相信您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谢谢大家